大家好,欢迎来到林宗奎聊建筑 日本时代总督府在全台城镇推行所谓的市区改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对当时的街道风貌和我们今日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 其中,日本时代中后期才进行了鹿港市区改正又有什么特殊之处? 今天想来和大家聊一聊 台湾各地的都市计划始于1937年的台湾都市计划令 包含今日的都市计划、建筑和土地的相关法规 是相当复杂且具综合整理性的法令 在此之前,日本时代初期针对各地的街道环境改善 采用的是目的较为单一明确的规范 如拓宽马路、挖掘排水沟、法治化骑楼和建制供水系统 统称市区改正 为什么要进行这些改变呢? 日本时代初期最大的治理挑战之一就是环境卫生 以鹿港为例 1897年流行的鼠疫造成七成患者死亡 此外还有祸乱、天花、伤寒、白猴、斑疹等传染病的威胁 台湾总督府认为旧有街道狭窄潮湿 家庭污水侵到于街道 是严重的防疫破口 因此早在1900年就制定了台湾家屋建筑规则 明定建筑地基高度、边沟及下水道设置 开阔宽广及棋盘式的道路系统等街道环境改善方针 但是到了1921年田建这郎总督时期 才开始参考日本内地的法律 沿以条例完整的台湾都市计划法令 与此同时台湾各地的街道也在慢慢改变面貌 包括逐步拆除土角措及木造街屋改为砖造 加强抗震的家屋建筑规则 拆除各地的城墙、畅通排水 制定现代化的港口开发 和规划铁路、车站周边的市中心区域 街道建筑的面貌也从清代以店铺屋檐面对临街面的表情 改为丰富变化的西洋式地面 台湾现在仍流成许多知名的老街 在1910年到1920年蓬勃发展时 都是市区改正时代代表新时代的街道面貌 如山峡、大溪、湖口、骑山等 这些地方的共同特色都是以砖造的表情为主 搭配洗石子、灰泥制作的雕塑立面 表现出西洋建筑、街道 以砖块和石头打造的表情 但随着关东大立正后 对于红砖材料耐震性不足的缺点进行的检讨和改善 1930年代后进行的市区改正街道 将古典建筑常见的圆拱门 改为有钢筋混凝土进行结构补强的平拱 繁复华丽的高桶山墙也逐渐不再流行 建筑的风格表情大不相同 市区改正之前的鹿港 日本时代以来已经进行了排水系统 防堵鼠洞等措施 但根据陈世贤老师的研究 因为总督府基于人类学的研究和观光发展等理由 将清代就已经发展兴盛的鹿港 视为保存完整中国文化风貌的街区 因此刻意留下著名的不见天街 与现代化后的其他城镇的西洋面貌 形成强烈的对比 不见天街的街屋规模大多是三到四镜 形成长条形的配置 深者可达70余米 故内部需要设置两到三处的天井 以便通风采光 第一镜的前方作为店铺 后方可作为仓储空间 第一镜与第二镜之间设有天井 天井旁呢会有厨房和井 第二镜为前厅后室的格局 前方作为厅堂 供奉神佛与祖先排位 厅堂后方作为起居室 通常是长辈的卧房 而楼上呢则是其他家族成员的卧房 华南市的店铺前面会采用深屋檐及棚架 提供顾客遮风避雨 而有一辅二路三红甲盛名的鹿港 因商业贸易繁盛 店家会建造规格更高的宣庭 也就是用四根柱子支撑的屋顶的凉庭 连接店面 使商店街更为舒适 相邻的店铺 相连的宣庭便形成了不见田街 以往民风保守 女性逐步出户 她们呢就会从家中爬到屋顶 透过宣庭的连接 与邻居交流互动 丁丁竟然成为鹿港妇女的社交活动场所 根据台湾日新报的记载 台中洲知事逐下丰四 曾于1933年10月14日 在鹿港举办不见田街改族肯谈会 同年的11月27号到12月6号 为期10日就完成了拆除拓宽 原本的4米巷道被拓宽到15米 商家遭到拆除的范围 大多是宣庭以及低进店铺的局部 拓宽之后的捷屋需要建造新的临街立面 1933年已经是西洋古典建筑风格消退流行的时候 装饰艺术风格逐渐新奇 于是在拓宽不见天街后的五福大街 沿路产生了风格前卫的新时代街道风貌 五福大街长约大概600公尺 由南至北分别为长新街 太新街 和新街 福新街和顺新街 大概是今日中山路的79号到301号 下面就来和大家分享沿街有特色的商店 中山路152号的大河商号古丰楼 属于著名的孤家的产业 在顶楼新建的具有瞭望功能的六角塔 立面的木窗有代表孤家商号大河行的大字样的设计 207号的阳春本店为传统的汉药铺 立面的柱子为弧形收边 一楼外墙贴附绿色的抓纹面砖 258号 立面菱形突出的阳台造型浮雕 是装饰艺术风格最为显著的案例 一楼曾经出租给著名的二我写真馆 可惜于2005年遭到拆除 现在是停车场 282号的百川医院 由明医陈俊元开设 弧形窗内的窗帘分割十分精美 可惜也于2013年拆除 目前还是停车场 看到这么多精美街屋在发展过程中 不被受到重视 让人十分的痛心 幸好近年珍惜家乡的陆港年轻人越来越多 试图努力找回以往的文化光荣 在地企划设计团队 陆港金娜 在2023年初完成了中山路163号的修复再利用 一楼店面延续商业使用 由彰化的瘦子咖啡进驻 二楼则提供影像工作者使用为共创空间 也可延伸提供剧场等艺文活动使用 街屋中段则改建成现代化的预测设施 保留可以让阳光和空气进入的天井功能 后洞则通往著名的九区巷 回来计划作为民宿 在修缮整理老屋的时候 团队留有一个小巧思 就是在骑楼内以木座立面造型 致敬曾经的百川医院 以及2020年才被拆除 位于中山路和民族路口的书法家 黄祖辉的故居 并委托陆港的木座师傅师座 其实设计者就是我大学的学妹 所以我也很荣幸的能够提供一些设计上的参考 除了空间体验 9月底陆港银娜团队也串联大街上的老店铺 将其故事与地方的发展脉络 规划成街道博物馆的策展 很适合喜欢漫步走读的朋友们 在秋高气爽的季节到陆港走走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李东葵聊建筑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